那我们的屁股其实太厚角质层呢 它就会怎么样 没有光泽 它就没有光泽 当角质层太厚的时候 你涂薄氧品也是一收不到的 所以适当的角质层就是最美丽的 就是女层最漂亮的角质层 是大概保持在六到七层 所以呢我们不时啦 就是如果你角质层是太厚的 你可能要稍微做一做磨砂 去撕皮 对做磨砂 其实做磨砂不需要去特地买 用最廉价最安全的方式 就是你在你的cleansing form 或者是我们的cleansing milk 或者是我们的地方肥皂 可能你们有一些人在做这嘛 你加一些瘤盐 瘤当然它不可以粗哦 啊多的可能可以用瘤啊粗粗的 不能除盐太粉了 除盐除盐太过粉 它没有办法起到磨砂的作用 用盐来磨砂有一样好 因为盐本身就带有抗细菌 这个抗盐的一个功效 所以你的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皮肤啊尤其是男生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男生 因为男生通常他们不洗脸的哦 他们在洗头的时候 脸那个泡泡带来去 带洗完这边洗完 全身洗到脚那边去哦 所以他们不洗脸 他们不会注重脸的保养 所以很多时候呢 男生为什么皮肤会比较容易 有那个凹凸洞 月亮表面啊 因为呢其实呢 你没有照顾好你的毛孔呢 它就很容易长满虫 它就很容易长满虫 所以呢这些满虫是眼睛看不到的 是眼睛看不到的 那你在做 它一接收到紫外线的时候 你就会刺激到那个黑色素 它就会呈现那个斑点的状态 然后它就会呈现这个斑点的状态 这个黑色素它就会慢慢的被推上去你的表皮层 你的脚趾层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板块出来 所以这什么酷敷第一个步骤 防晒很重要啊 防晒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们的这一个黑色素在我们的这一个 皮基底层 其实所有的亚洲人都会有黑色素的 这个细绑的一定有了 因为我们的皮肤不白 我们的皮肤都是比较偏方的 我们不白 只要皮肤不白就一定会有黑色素 这一层黑色素 如果你常常接受外来的这个UV酸外线啊 或者是你身体里面的free radical啊 自由基啊 或者是一些外来的肤色 或者是里面的肤色都好 如果你长期一直就记到我们这个黑色素呢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黑色素 如果它一变种就会变成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就是我们所谓的皮肤癌 这样子明白吗 皮肤癌是很恐怖的啊 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的 它是从头包到尾的 所以皮肤癌它是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可能会产生的 皮肤癌最恐怖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通常你发现的时候呢 它是很难治疗的 就是你要做Kemo要怎样 你很难追踪的 它为什么 因为它是全身 血管全部这样子连住的很难的 所以皮肤癌是因为这些 可以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基因的侵害 然后导致它变成肿瘤 所以你要预防这一件事情 防晒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把这些有的没的把它全部去掉 然后这些free radical啊 胡适啊 这些就要靠 你没事的 你没有人还是要恺有的 就是我们讲 没法 我们去下架 dungeon 我们在啦 我们下一个东西 可以帮我们下一个 现在一时期待 您让我们下一个 出事的